本文被独家原创内容 上来出时遭到警察搜查 并在车中查获毒品以及违法枪支 当场被捕 案件经过多次审理 今年7月份唐爽无罪释放 但是周立波却没有那么走运 虽然持枪跟涉毒的罪名被取消 但是以违法交通法规 被罚款150美元 在大家都以为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的时候 一段军面周刊 关于周立波以及好友燕君的采访视频被爆了出来 视频中上演了一段大道总裁爱上我的戏码 也是让吃瓜群众惊掉手里的瓜 被网友亲切的成为涛涛群之CP 特别是女网友更是纷纷表示 自己苦心修炼多年 竟然败给了一个男人 而周立波的老婆胡杰 还给这段热烈脸了赞 看来天下女人的八卦之魂 都是相同的 而涛涛群群的故事尚未告一段落 周立波转身又跟唐爽撕了起来 爆料指责唐爽忘恩负义 让唐爽也是十分不满 两人在网络上开启了口水战 而且随着双方的爆出的料越来越多 这场骂战也是在不断升级 就在10月9日 周立波在微博上公布了一段视频 有视频可以看出在唐爽瘫痪期间 周立波夫妇对于他的病情关爱有加 并承担了他治疗期间的所有费用 直至唐爽康复 而唐爽却转身变成了白野狼 对周立波夫妇更加仇报 面对周立波的指责 唐爽也在微博上发文回应 还将周立波胡杰状告上法庭 要求用法律事实说话 而随后周立波也表示 会有更多关于唐爽跟烟军的料要报 不知道周立波还有什么让人震惊的大石锤 波波怎么爱折腾 看来真的不是好热的 大家以后的瓜暂时不会断 以上突变来源网络 如有亲群请人细删除